头条我们要来看的是中国的本土疫情死灰复燃 最近的一天新增感染143例 从上海到北京都有群聚疫情重新延烧 上海已经要求市民非必要不外出 除了金山 凤贤和崇明三区 上海的其他区域全面回复到餐厅禁止内用 在北京由于朝阳区有一家酒吧的疫情群染 那么累计牵连已经确诊了166例 而从这个地方的群染感染又扩及了北京15个区 所以北京官方的定义是现在的防控难度 比这两年的新发地市场疫情要更难 假期铁围栏周边一整排商家连带受灾全歇业 防疫人员进进出出 眼前这家天堂超市酒吧 成为北京疫情再爆发的关注焦点 北京朝阳区天堂超市酒吧 规模聚集性疫情来势凶猛 防控难度超越新发地批发市场 聚集性疫情及上一波疫情 官方称比两年前防疫难度更大 这期酒吧疫情从9号起 截至到12号下午3点 累计感染者已有166例 除了酒吧所在地朝阳区外 感染者扩及北京15个区 顾客爆料酒吧厂内除了工作人员外 都没戴口罩 桌椅摆放密集 进场前规定该扫的健康码 工作人员也没确实查验 防疫明显舒适 北京市强调 不得以亮码代替扫码 严禁同行人员 一人扫码多人进入 北京再度收紧防疫 床区将展开连续三天核酸检测 上海的疫情同样不稳定 从解封以来 社会面筛查到阳性感染者已超过40例 上星期爆发的美容院群聚疫情 仍处于警戒中 在这15名的感染者当中 确诊5人 无症状感染者10个人 以累计排查到在户的密切接触者598人 次密接782人 相关人员47万14296人 上海中风险趋数目已经增加到36个 官方称目前上海疫情在拖尾期 要求市民卑鄙要不外出不聚集 同时宣布餐厅再度禁止内用 餐饮服务实行线上线下外卖 不提供糖食 现阶段在经商凤协 崇明三个区 部分的餐饮间企业间开展 恢复糖食的四点 大陆其他区域对于来自上海旅客 也还设有严格检疫规定 譬如海南要求抵达前需在48小时内 做两次核酸 抵达后再验一次 之后7天隔离 7天居家 杭州要求必须在当地有固定住所 否则不放心 肯定能定上 但是我们这边是住不了的 您到时候来了也住不了 疫情有复燃迹象 香港也如此 上星期六日单日新增确诊都在800例上下 其中再有两间酒吧爆发群聚 香港疫情出现变数 不过按照规定香港疫苗通行证 13号起扩大到专科门证 和指定医疗处所 也就是说 每打三针 不能进入就医 刚复表示 如果真的不适合打疫苗 可以另外申请豁免证明 疫情反复 防疫就没有终止的一天 TVBS新闻综合报道